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我们要行常祈祷 而耶稣给我们的榜样的确是行常祈祷 就算祂自己都是经常不断地去祈祷的 耶稣也是这样 让我们知道祂工作不是一个人 所以第三个我们要考虑就是 我们不是单独的 所以祈祷并不是单单是 第一个我们不是单独的 就是因为天主和我们一起 上次讲到祈祷 这里祈祷不单只是一天的开始 而是全日又不断地去提醒自己 天主在我身边 耶稣给我们的鼓励就是 特别是在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我们看到 耶稣是时时都祈祷的 在很多的事迹之中其他的福音里面 没有提及耶稣做这件事的时候去祈祷 路加福音里面 也有加插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例如耶稣受洗的时候 特别在路加福音里面 每一次完略之后 在路加的手笔里面 他事上会去到旷野祈祷 做完事就差不多每一次做完事 都会找个地方躲起祈祷 在他选拔十二位中途之前 整晚讲他和天父祈祷 他在做什么呢? 等天主的旨意 和天父一起做事 他甚至去到斐利伯的海撒勒 在那里很出名 问一些宗徒 人家说他是谁? 你说他是谁? 在路加的描述 他都在祈祷的时候 祈祷完祖 正在问他们这句话 在他显圣荣 在路加正有这样描绘 他为什么要上大博尔山? 在路加那里加了 就是他上去是特别因为要祈祷 而在祈祷中他显圣荣 也是在祈祷的时候 门徒问他 教我们如何祈祷? 因为你常常祈祷 而教他们的祈祷就是什么? 就是教他重赞天主父的祈祷 让你知道我祈祷 就是让你知道我不是单独的 我永远和父在一起 也在路加福章里 特别是多了几个比喻 是叫人不要放弃 要不断恒心 不断去求天传 去加多了几个比喻 当然我们很熟悉的 就是格杂玛尼山元祈祷 被出卖之前 耶稣在那里的极痛苦的祈祷 在我知道 亦都是在望福音里面 多次描绘耶稣说 我不是做我的旨意 我是永远看着父亲说什么 他做什么 我奉行他的旨意 耶稣其实需不需要祈祷 耶稣不需要 因为他时常已经在父亲的怀中 他和圣父圣神是一体的天主 那为什么他要祈祷 就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不可以单独行动 无论我们觉得是自己想自己的事 自己做自己的事 自己走自己路 自己做自己的决策都好 时刻刻其实 耶稣就在我们心里面 圣神在我们心里面 圣父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的护手天使在我们身旁 我们其实有很多熟灵的事者 朋友、家人在我们周遭之中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人单独不好 创世纪一开始 第二章第十八节 天主创造阿当的时候 已经说人单独不好 我要为他做一个相称的助手 这个不是只说要男女 要有配偶这么简单 因为他用这个字助手 意思就是这个字在原文 在希伯来文是什么 不能缺少的人 我们需要有一个不能缺少的人 去成就我们的召叫 我们的使命 什么是不能缺少的人 你可以说男女的结合 是给我们看到在肉身上 已经印记了在属灵上 天主国天衣无逢的爱情 互相的补足 男女的强弱 男女的得与不得良 男女的不同的专长 能够可以互相配合 你可以这样说 但是原来在属灵上 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强处 亦是我们的弱点 我们有我们精明的地方 亦有我们的盲点 所以我们不可以单独去成圣 我们不可以单独走信仰的路 因为单独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会忘记 我们会为自己开脱 我们好的看得过高 差的看得太低 我们对自己的评估 是很不公平 很不平衡 所以耶稣就算他派遣他的门徒出去 他不单独派遣十二个小时 在《路加福音》 在第十章 我们知道他额外派了七十二个门徒 这些是无名事 这些是普通人 派他们出去 怎样派他们出去呢? 他是这样说的 主另外选定了 另外七十二人 派遣他们两个两个地 在他前面到他自己将要去的 各城各地去 他对他们这样说 庄价多而工人少 所以你们应当求庄价的主人 派遣工人来收割他的庄价 接着说 你的虚霸 我派遣你们犹如羔羊往囊群中 我们向前走 我们要醒悟 要看着主耶稣 实在不容易 因为我们自己 好像每一朝起床 就打回原形似的 今天祈祷 今天的专注当中 我们可能说 远光荣归依附及之及圣神 接着一晚睡完之后 第二天 突然间就会发觉 如果忘记了 或者太过看着自己的失败 太过看着眼前自己的方法 自己的能力 就会很容易起初如何 今天仍然直到永远 好像没有变过那样 所以我们自己不够这个承担 不够这个专注 不够一个靶陀 不够这个坚持 所以耶稣都知道 祂就说 你们有余羊入狼群 所以你单独不行的 所以祂说两个两个 两个两个 所以各位 如果我们真的要醒悟 我们没错 我们与天主要有一个直线的联系 有一个水直的联系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偏差 我们会判断错 我们会打回原形 我们会回到我们的旧我 变成了被罪恶 心中的不安 很多的邪念所捆绑着 所以耶稣说 你们都要两个两个 什么意思呢? 即是说 如果我真的要成长 我真的要事上能够醒悟 我要找一个身边 可以帮助到我的人 一个同行者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我们信徒来说 我们不习惯这件事 但我们要突破我们的习惯 我们要找方法 在身边找一个人 是可以和他 可以成熟地 和无阻隔地去分享 究竟灵性上 宿灵上 我正在争执的什么 有些人说 我真的要找一个神师 这个找一个神师很难 找一个神父是很单向的 耶稣发映他们是两个两个 是没有分高低的 还有这些门徒不是那十二个 是另外七十二个 是一些羊群 入去狼群 之中 即是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的人 大家都跌跌碰碰 大家都懵懵的 耶稣描述他们是小孩子 在这个十章最后 这帮人回来 这帮人没什么学会的 甚至不是很认识耶稣 甚至不是很了解所有的 就是给他们很简单的工作 去到那里 告诉他们天国临近 耶稣就来了 保持平安 很简单的 但是他们说 竟然就是他们这样 因为他们两个守望相助 互相扶持 互相提醒 互相鼓励 互相愿意在对方面前 表露内心的挣扎 他的软弱 他的破碎 所以很多奇迹就发生了 很多人得到治病 很多的魔鬼被驱散 很多人得到这个转化 他们回来 很奔奔跳地赞美天主 他说 竟然邪魔会听我们的指控 听我们的斥责 竟然病会被我们驱走 耶稣说什么 感谢你 天主父 充满了圣神 他说 多谢你 彰显 彰显你的奇迹 在这些小孩子 而不是给有智慧的人 有学悉的人 所以 如果你觉得 你是无名事 你是很混沌的 你是蒙茶茶的 你是小孩子一般的 你是什么都不行的 你就是这七十二个 你要醒悟 就要有如耶稣的吩咐 两个两个 要找一个人 可以跟我愿意去同步的 有时可能是你家里的人 但很多时候都不是的 未必是你配偶的 可能是教会另外一个姊妹 可能是另外一个兄弟 我们要在身边留意一下 哪些人跟我信仰上是有同一个学求的 是有同一个学求的 是想成长的 是想好一点的 都知道 我都好像搞不定的 我们不如互相扶持一下 互相多些祈祷鼓励 互相去呼唤天主 去释放对方 互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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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实主耶稣 告诉对方 天主在我们中间 互相去 灵听 去 一起去前进 将对方的困忧 变成了自己的困忧 将对方的成就 变成了自己 赞美天主的歌声 我们如果可以找到一个这样的熟灵的朋友 在身边 这个真是最大的恩赐 是天主给我们很美丽的一件事 我们个个都应该尝试去尋找这件事 耶稣是渴求我们走在一起 不是单单聚在一起 而是深层的渴求天主 我们知道为什么 因为在《马斗福音》那里这样说 耶稣说 那里有两个或三个人 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 我就在他们中间 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 是什么意思 不是单单挂名 不是单单挂名 而是以他的名字去呼唤 耶稣的名字是要来做什么 是要来治愈 是要来驱散黑暗 驱魔 驱走一些不属于福音的东西 不是天主国里面的东西 耶稣的名字是要来去呼唤天上的光荣 临在我们中间 是耶稣的名字是要来带动爱 和宽恶和宽恤和慈悲 临在我们未见到这些东西的地方 临在缺乏这些人生命里面 这是我们的土福里的喜乐也好 那份的沉重也好 从最深的灵魂深处呼唤出来 两三个人聚在一起 可以将我们最深最深层的盼望 我们那份的呼唤能够释放出来 是讲一件很深层的分享 耶稣是想我们能够做到这件事 祂说我就在你中间 我就是想成就你们这件事 当你们一起做的时候 是非常美丽 其中一个圣明说 描绘这个兄弟、姊妹 能够可以在一起共用 能够可以在一起 有如一家人 就好像天上降下来的油那样 富油那样 淋在祂的施制 这个富油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圣神的滋润 天主丰厚的恩宠的淋在 耶稣是想我们这样 想我们这样 其中一个令我们 很深窝的一个故事 就是这个 马乌的路徒 两个门徒 很破碎的门徒 耶稣死了 没有希望 人家说他复活了 有些女人说他复活了 但是我们都没有经历 都不知道他们是不是 这个伤心得太乱说话 伤心欲绝 两个在路上分享着 当中他们的苦结 他们有这个信心对对方 有这个信托给对方 有这个互相扶持 把心中最痛苦的东西拿出来 耶稣就在他们身边 因为他们彼此的扶持 令到耶稣当中的彰显 变成了 他的黑暗 变成了很温暖的一个火炉 令到他们的眼睛 看到耶稣就在我们中间 他在服务他们当中 耶稣许乐了 我永远天天和你们一起 直到今世的终结 就是其中一个彰显 不单在圣事里的彰显 就是当我们能够找到同行者 我们要醒悟 所以是 没错 我们需要知道天主是光 在我们当中 我们要医会他 行狗祈祷 容许他邀请他 特别是同我的说话 但是更加 第三样 令到这件事 能够可以实行到 很多时候就是 再加上就是 有同行者 愿天主能够祝福你们 都能找到一位同行者 愿天主特别是给你一个勇敢 愿意有一个信靠 找到同行者之外 可以将你内心破碎的 隐秘的 天主可能正在祝福 天主可能正在治愈 天主可能想突破的地方 可以互相聆听 互相分享 互相鼓励 互相祝福 愿一切不属于这个空间 在我们两三个人的聚会之中 被秉除所有的是非 所有的互相攻击 歧视 所有的歧见 所有的互相的 尝试去改造对方 尝试去踩对方的 任何这些邪恶的行动 都被摒除 让我们找到一个安全的空间 让我们学习 剃造一个安全接纳的空间 让我们真的可以学习 去互相扶持 而醒悟到天主的确在我们中间 你能够前进 愿主受光荣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